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鱼汤 那好的鱼汤呢 做出来是乳白色的 那怎样才能做出乳白色的鱼汤呢 众说纷纭 有的说用开水煮 有的说用冷水煮 那我多年做下来的经验告诉我说 好像跟开水啊 冷水啊 没啥关系 跟鱼的品种有关 还有呢 就是你煎的时候 一定要煎透 那我们上海人哈 喜欢用合鲸鱼 大理鱼头 就是汤等 高昂子烈族 这些鱼都能做出乳白色的 那今天呢 我就用合鲸鱼 做一道简单的家常鱼汤 与大家分享 锅热下游 放两片姜 炒开锅 鱼香 炒的话可以先加个锅盖 中小火 慢慢给它煎 煎透 煎到两面金黄 等皮煎干了 它就可以冻了 那我们翻身 煎到它两面金黄 两面煎透 配一些料酒 盖一下锅盖 几秒钟就可以开盖了 然后我们加水 如果你赶时间就加热水 跟鱼齐最好 盖盖 大火煮开 煮开后 打一个葱结放进去 在小火焖煮个 15-20分钟 如果你的鱼汤做的不多 水放的少的话呢 你最好翻一个身 这一面也给它滚一滚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加你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加点青菜 也可以加些豆腐 今天我加一盘豆腐 然后我们开大火给它滚 滚个一两分钟 给它冲一下 最后撒上盐 就可以上桌了 上桌后呢 你喜欢白胡椒 可以撒一点白胡椒粉 那万一你买的鲫鱼 煮不管也有这种情况的 加一点牛奶 给它掉色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